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公投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已经被揭穿 但澳大利亚正在无意识地走向未来 日本零售外汇交易在1月至9月达到创纪录的60万亿美元 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可能从朝鲜运送武器 埃及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券 发行规模为4.79亿美元 英国部长敦促政党获得更多情报的访问权限 请大家收看 李尚福将担任中国国防部长多久 亚洲学会高级研究员Neal Thomas分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于10月20日至24日举行会议 他将考虑相关的任命和解雇案件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他可能会在下周二宣布李被免职位部长 几份可信的报道称 失踪的李正因腐败而受到调查 在10月29日至31日的香山论坛之前 北京可能希望有一位新的国防部长 像秦刚一样 李可能仍然是国务委员 而中共的彻底调查正在展开 李暂时也应该保持他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地位 党的中央军委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才能增加或去除成员 此外 如果第三次全体会议将李和秦除名中央委员会成员 将确认他们的清洗 据路透社报道李最有希望的替代者是刘震利 刘氏中央军委成员和战斗老兵负责管理联合参谋部 但这个角色比作为国防部长进行军队外交更重要 也许像王毅一样刘现在做两份工作 当然人大常委会也可能对李尚福保持沉默 继续担任国防部长 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安全的 可能只是意味着调查正在进行中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军委 增加秦刚缺乏的一层复杂性 公投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已经被揭穿 但澳大利亚正在无意识地走向未来 澳洲ABC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AEC在最近的原住民承认 公投期间遭到了大量虚假指控和阴谋论的困扰 AEC被指控操纵选票分发铅笔以便更改选票 并举行了无效的公投 自2019年以来 AEC一直在回应各种错误信息 包括来自政治家的指控 然而 该委员会只能回答与选举诚信有关的问题 在公投前的一周内 AEC在社交媒体上被标记了超过10万次 AEC已要求诚信特别小组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虚假信息 包括发起一项虚假信息意识活动 但七个合作机构都没有回应 文章认为 面对如此多的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AEC就像站在后院用水管对着大火挥舞的人 如果虚假信息继续传播 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加以解决 未来将是不确定的 日本零售外汇交易 在1月至9月达到创纪录的60万亿美元 日今亚洲 根据日本金融先物协会的初步报告 2023年前三个季度 日本零售投资者的外汇交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8957万亿日元 约合599万亿美元 这一增长归因于日元的下跌 促使投资者压住其反弹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利率上升导致日元对美元贬值 为投资者提供了从市场波动中获利的机会 日本的零售交易在外汇市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2022年4月占交易量的17.9% 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5% 然而市场观察人士认为 美国和日本利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将继续压低日元 卫星照片显示 俄罗斯可能从朝鲜运送武器 纽约时报 卫星照片揭示了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货船往来 支持着非法武器贸易 据信这加强了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 这些图片显示 从朝鲜港口发出的货物 似乎已经运送到距离乌克兰边境 约125英里的俄罗斯弹药库 白宫最近指责朝鲜向俄罗斯运送了超过1000个集装箱 违反了联合国制裁 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分析了这些图片 并发现无法证明集装箱的内容 埃及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券 发行规模为4.79亿美元 日经亚洲 埃及发行了其首支熊猫债券 价值35亿元人民币4.79亿美元 因为该国正在寻求替代性融资来源 来应对不断增加的外债偿还计划 这些熊猫债券的年利率为3.5% 为期三年 低于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利率 埃及的外债在过去八年中增加了四倍 导致该国探索非传统的借款方式 除了熊猫债券 埃及最近还与阿拉伯联合酬长国 进行了货币互换 并发行了以日元计价的50债券 英国部长敦促政党 获得更多情报的访问权限 金融时报 英国下议院领袖潘尼·莫丹特表示 为了防止间谍渗透 英国政党应该获得更多情报信息 莫丹特呼吁安全机构 与政党之间建立新的情报共享框架 以应对今年夏季 有关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 政府内部人士对政党亦受敌对势力渗透 并缺乏有关潜在捐助者 候选人和员工的敏感信息的担忧 国内情报机构 MI5此前曾警告政党 可能受到外国间谍的渗透 莫丹特一直与官员合作 寻找情报官员与政党之间数据共享的新机制 日本驻有房地产将向印度发展投入33亿美元 日经亚洲 日本开发商驻有不动产 正在孟买市中心进行一项价值33.4亿美元的重建项目 这是印度由外国公司处理的最大的房地产项目之一 该公司计划在孟买卧利地区的一处 就工厂用地上建造办公楼、酒店和商业设施 驻有不动产 在印度的总办公楼面积将增加到126万平方米 成为在印度拥有最大面积的日本开发商 该项目预计将于2030年初完成 福特董事长警告称 长时间罢工将推动特斯拉、丰田和中国的发展 金融时报 福特汽车公司的执行主席比尔 福特呼吁美国汽车工人结束罢工 警告称这将使特斯拉、丰田和中国汽车制造商受益 并对当地社区造成毁灭性后果 这场罢工已经进入第二个月 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公司旗下工厂的工人 因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走出工厂 福特强调 这场罢工对美国汽车工业的未来具有重要影响 甚至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比尔 福特呼吁罢工工会立即停止 CNN 福特汽车公司的执行主席比尔 福特呼吁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结束谈判和罢工行动 称UAW的领导人在谈判中称该公司为敌人 福特认为 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未来的汽车制造业至关重要 并且罢工行动正在使外国汽车制造商受益 UAW警告称 将随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罢工 修女表示 在梵蒂冈关于教会未来的重要会议上 女性的声音得到了听取 美联社 主要的女修会散行组织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 莫里修女表示 女性的声音在教皇方几个主持的天主教教会未来会议上得到了听取 她还表示 与会代表们承认了教会对同性恋问题立场所造成的伤害 帕特里夏 莫里修女是54位首次获得参与教会会议投票权的女性之一 她还当选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综合文件的委员会成员 这也是女性首次担任此职务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对印度的全球野心是一个警示故事 外交官 最近中东地区的暴力升级 尤其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对印度的全球野心产生了影响 印度一直在增加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感 提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推动互联互通倡议 然而其邻国的不稳定局势 尤其是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对印度的全球野心构成了挑战 另一次备受关注的恐怖袭击事件 随之而来的军事动员可能会轩弱投资者信心 破坏印度成为全球增长引擎和制造业中心的计划 此外 为解决的克什米尔争端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仍然是印度面临的主要挑战 印度周围的不稳定局势也在加剧 邻国面临经济挑战和气候风险 该地区选举的结果将重新定义与印度的关系 就像马尔代夫转向中国一样 阿富汗和缅甸的局势也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 这使得印度的全球野心受到了限制 解决这些冲突 确保邻国的稳定对于印度 实现其全球地缘政治野心至关重要 欧盟巴尔干峰会在阿尔巴尼亚开幕 一程上有更大的融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西巴尔干地区的领导人正在 滴拉纳举行第九届柏林进程峰会 旨在促进该地区的政治对话 合作和和解 峰会将重点讨论与欧盟的更紧密联系 一程上还包括与欧盟的收敛 以及支持生态和数字转型的讨论 预计领导人还将批准一项 关于相互承认职业资格的协议 并宣布在滴拉纳开设欧洲学院分校 然而预计在该地区长期存在的争端问题上进展不大 普京和习近平将于周三会面 雅虎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表示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于10月18日访问中国 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两种形式的会谈 两位领导人将首先在扩大组会晤 然后在商务早餐的形式下进行交流 乌沙科夫指出 在这些形式之外 还可能有机会进行一对一的讨论 普京将由一批高级公务员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陪同访问 在访问期间 普京将在一带一路论坛上发表讲话 并推动大欧亚概念的理念 日本批评俄罗斯在处理过的放射性水释放后 对其海产品实施禁令 美联社 日本批评俄罗斯加入中国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的行列 作为对福岛核电站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释放的回应 俄罗斯宣布将于周一开始实施进口限制 这是离废水释放开始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 日本外务省称莫斯科的限制是不公正的 并表示这与全球放宽或取消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的趋势相悖 日本已设立救济基金 以帮助寻找新市场并减少中国海产品禁令的影响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 国际奥委会的任期限制是必要的 美联社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 任期限制是必要的 这与一些奥林匹克官员提出的取消任期限制 并允许他连任四年的提议相矛盾 巴赫还批评了潜在建者塞巴斯蒂安科 称他竞选得太早 同事们认为这会干扰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巴赫的12年任期将于2025年结束 关于潜在继任者的猜测 包括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尼克尔·霍福茨和胡安 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二世 以及津巴布韦体育部长科尔斯蒂·科文特里 中国把一切都压在了房地产上 现在它的经济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纽约时报 中国的住房危机继续升级 房地产公司难以偿还巨额债务 导致国家金融不稳定 中国最大的开发商恒大在2021年违约引发了一场房地产崩盘 使购房者等待超过100万套公寓 另一家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碧桂园也已经用尽了现金 预示着行业将面临进一步的麻烦 这两家公司的债务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 未来几周面临重大挑战 北京方面迄今为止未能成功减缓崩盘 消费者对购买房地产的兴趣不大 这场危机对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构成了挑战 他们正试图减少国家对房地产推动经济增长的依赖 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 投资者和中央银行都在警告中国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 并呼吁北京采取行动稳定住房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 为了解决危机 中国需要减少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依赖 更多的依靠消费者 俄罗斯加入中国限制日本海产品进口的行列 日经亚洲 由于对福岛核电站处理废水释放的担忧 俄罗斯政府限制了日本海产品的进口 这些限制将在确认海产品安全性之前一直有效 此举类似于中国的限制 并被日本农业部称为不公正和令人遗憾 该部门还声称这些限制缺乏科学证据 去年 日本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2.8亿日元 约合187万美元的海产品 占东京总海产品出口的0.1%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固定的观察员 今天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在原住民承认公投期间遭遇了大量虚假指控和阴谋论的困扰 这类情况使得澳大利亚无意识地走向未来 不过 我们要注意到 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在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 我们应该更加警觉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接下来 我们注意到日本的零售外汇交易达到了创纪录的60万亿美元 这主要归因于日元贬值 促使投资者压住其反弹 然而 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波动和赌博行为带来的风险 投资者应该谨慎对待这种交易 并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和风险意识 再来 我们得知卫星照片显示 俄罗斯可能从朝鲜运送武器 这一情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并对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角色提出了质疑 我们应该对这些指控保持警惕 同时也要注意到 卫星照片并不能提供确凿的证据 我们应该支持联合国的制裁措施 并呼吁俄罗斯和朝鲜遵守国际规则 此外 埃及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券 这是该国应对不断增加的外债偿还计划的一种替代融资方式 这一举措 为埃及提供了一个新的筹措资金的途径 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 这对埃及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风险 并确保这种融资方式是可持续的 此外 我们还看到英国部长敦促政党 获得更多情报的访问权限 这是为了防止间谍渗透 这一情况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确保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不受到威胁 政府和安全机构应该加强合作 共享情报 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最后 我们看到日本驻有房地产 将向印度发展投入33亿美元 这是印度由外国公司处理的 最大的房地产项目之一 这一发展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挑战 我们应该支持这一发展 同时也应该关注风险 并确保这种投资 对印度和印度人民都是有益的 总之 这一周的新闻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我们应该保持警觉 对这些新闻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 同时 我们也应该思考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并积极参与讨论和行动 我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分享和讨论这些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